啊 謝謝 喂 幹什麼啊 我要 給我 別想了 我在 我好熱 不要緊 我送你去醫院吧 嗯 不要 不要 那邊 你敢照顧著我嗎 我要扶你走 媽 我不要嫁給那個陸榕淵 閨女啊 那陸家 可是地精四大家族之手 那陸榕淵 那好歹也是陸家的繼承人啊 你嫁回去 那你是小親父的 可是媽 你沒聽說過他都已經散婚了嗎 而且前陣子出了車禍 不但毀了榮太齊子腿 我才不能嫁給他呢 可對 你因為都是當初就定好的呀 那就讓蘇星嫁給陸家 我嫁給楚家嘛 他肯定不會同意的 媽 我有辦法 親親啊 哎呀 今天是你們姐妹倆 一起出嫁的好日子 來 喝了這碗 蓮子羹 欲養多死多福 喝吧 青素琴居然給我下癢 好 你去把贊子羹 醙子多福 來喝吧 隊友 出嫁 這個老妖婆 蘇老爺我們到了 這是哪啊 陸家 什麼 陸家 我是蘇家大小姐蘇青 不是二小姐蘇雪 我要嫁的是天翼哥哥 可能可能 你手上的紅蓋頭 可是陸家老爺子親祖小學 原來秦思琴的目的是這個 偷偷轉風 不行 啊 快追上了蘇小姐 不能讓他跑了 陸容院 你這個混帳餃子 你讓我說你什麼好啊 前些日子你放出風來了 你說腿絕毀容就算了 我好不容易跟你安排立門好親事 人家新娘的都到了 哎 你卻跟我玩起來消失 你這是不是想氣死我呀啊 老爺不好了新娘子跑了 什麼新娘子跑了 他們蘇家吃了熊心抱子膽了 還敢逃離我們陸家的婚 好了 救救我救救我 開下車門 好了 救救我救救我 開下車門 後面有人在決意我拜託拜託 那個新娘的禮服 胸口是不是有寄個中國節 那是我請人親手編製的 你怎麼知道的 謝謝 後面有人在追我 快開 坐穩了 小小姐 我送你急訊驗吧 嗯 不要 目標 小小姐 我這麼小 蘇晶 你在想什麼呢 忘你的天忆哥哥了吗 站住 站住 吃干抹净的就想走 这个是我第一次啊 怎么想不认账呢 对不起啊 我这不是故意的 所以呢 我昨天晚上被下了药 我那继母想把我嫁给一个 毁容雪腿又活不长的男人 而且 这都是他结的第四次婚了 前面的老婆 都是被虐死的 是会把我的服务里推吗 可我昨天也结婚了 跟你这么一搅和 肯定是黄了 我不管 反正你得多一个老婆 哈哈哈 哈哈 那要不这样 我给你钱啊 看你这样子 是开网约车拉客的 这样 我给你一万行吗 网约车 对对 我就开网约车的 嗯 那我也不卖身啊 要不 我们之后再说这件事吧 我跟你有个号码 你之后再联系我 哈哈 老大 啊 苏家也太过分了吧 明明说好跟你定亲的是二小姐 嫁过来的呢 却是苏家那个不受待见的大小姐苏青 还让人给捧了 还有啊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我打了几百个电话 动房去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那个 明天让人去苏家退婚吧 不必问你苏家 为什么 按我说的做就行了 这个女人 半路逃魂的混账东西 你让我们苏家 都成为整个敌晶上楼圈的笑饼呢 你知道了你很有臉回來 我昨天應該嫁去了是楚家不是陸家 是他給我下藥 你這算要打也應該是打他呀 陸家 作為帝京四大家族之手 你嫁過去不是真好的 吐龍樂是什麼樣子 整個帝京的人都知道 我還是你的親生女兒嗎 清清啊你怎麼能和爸爸哇 清素清這個毒 當年你替你小三傷未害死我嗎 現在還要害我 像你這種死心欺騷的女人 就應該出門被人抓服 快 像你這種死心欺騷的女人 就應該出門被人抓服 老四你看他 煩了煩了 蘇慶你看看你現在這個樣子啊 你還有沒有一定點連體心啊 如果不是你默許他跟我下藥 讓我再去弄槍 我會變成現在 還跟楚家聯誼的是我蘇姓 我覺得他不許 身體光 他怎麼能接得起陸大少的折磨 你替他嫁過去又怎麼了 哪有搶姐姐男人的妹妹 別一個矮的人是我 他嫁過去又能改變什麼呢 楚天一如果真的愛你 他會到現在還不來找你嗎 說話告訴你吧 他現在已經和小雪去內裡行 是你搞得鬼 當年害死我媽還不夠 又讓女兒來搶我男人 請蘇姓 你不得好死 請蘇姓太偶至極 你這個做父親 不但不組織 還推播住他 蘇德安 你給我聽好 從此 我不會再踏進蘇家半步 你怎麼說 我怎麼說啦 他們連吊包新娘這種事都幹的出來 這幸虧沒嫁到陸家 要不然你這一輩子都毀了 在我爸眼裡 我什麼都不是 他竟然默許起訴 接了蘇雪的行為 把我挖火坑裡退 你知道嗎 他全嘴又毀容 還喜歡虐老婆 把我家裡這樣的極體 在他們眼裡 居然是對我好 但爺爺不要我 我什麼都沒有 你怎麼喝這麼多呀 我 天一 我就知道 你不會不要我的 昨天被人掉了吧 都是秦蘇琴和蘇雪搞的鬼 走 我們去找你爸媽解釋清楚 再把人換回來 蘇天一 走啊 天一 我就知道 你不會不要我的 親家 聽我說 說我想要給你最好的 但你也知道 我只是楚家的私生子 我想得到楚家繼承了的位置 只有蘇雪能幫我 你幫不了 親家 你想想我 給我一年的時間 等我繼承了楚家 我一定缺你 父親 我跟雪兒已經是父親 你怎麼能勾引自己妹妹的男人呢 什麼 天 親愛的 你在這幹嘛 雪兒 你別誤會啊 這個泡泡喝醉了就嘗嘗什麼 跟我搶男人你配嗎 楚家的夫人是我 我不是你 雪兒 咱不跟這個賤人一般賤人 走 沒想到 你不與心歡喜小嘉義 為你全是 就可以情侶 明知道這 不是人 啊 四季 画漫天小时谢谢 是你啊 是你是 你真是我坚固世界上最帅的男人了 嗯是吗 你给我一个假号码 你别说话 与陈霄一颗真千金 很像自由 嗯 嗯 嗯 那是好 嗯 嗯 这可能是好 嗯 呀 特口水吧 不认诵 嗯 你昨天晚上怎么会在酒吧 我 送客人去酒吧 我昨晚打电话了 发现是空号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就是个司机吗 不是的 之前太着急 说错号码了 我看你就是想赖账 但现在你都吃两次了 还想继续开场 嗯我叫苏青 你叫什么 我叫陆荣渊 陆荣渊 你是 陆家大少陆荣渊想什么呢 同名同姓罢了 昨天啊因为帮你 我这结婚对象都毁婚了 嗯 嗯 你做我男朋友吧 不要 我不做你男朋友 我要做你老公 怎么来这了呀 这好贵的 你知道开胃菜就要一千九百九十九 还是算了吧 没事 哟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我这个被赶出门的姐姐呀 就你们俩这穷穿象 恐怕连进门都没有资格吧 我们进不进的去 关你什么事 这别院小厨 只有地精最上层的人士才能进的来 少在这儿 拉低别院小厨的档次 我们还是走吧 你们说的没错 就别院小厨的档次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 比如 你们二位 苏星 就算是你想气我 也不至于找这么个熊角说吧 拉低档次 他即便是穷 也比你这种人品有问题的渣男好 苏青 你妈没将你别乱用手指指人吗 他妈是小三上位 连基本的道德都没有 怎么叫他这些啊 苏青你这个贱人 谁让你这么跟电影说话的 没事 夏儿 咱不跟这种社会底藏垃圾计较 一会儿他们被拦在门外 那才叫丢人呢 咱们进去 二年先生今天万总夜请会客 不能再继续接待了 什么 我这定了一个月才定到的位置 刚刚接到的通知先生请您理解 我说的没错吧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 谢谢 我们走 里面请万总等我已经多时了 走吧 来 你随便花 我的工资呢都会打到上面去的 不用了 我有工作 不用花你的钱 那你把手给我 妈这 你现在是我女朋友 女人管男人钱不天经地义吗 这不就是你们女人常说的安全感吗 好 那我先替你保管 以后你需要的钱了 我再还给你 好 老大 你终于来了 这是 你朋友 不是很熟 对 不是很熟 普通朋友 您叫我万大少就好 你好 我叫思青 思青 我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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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女朋友啊 嗯 苏小姐你电话啊 喂喂苏小姐 苏小姐 你快来救我 我在小学会所 好我马上来 怎么了 下来了 我把握握给忘在酒吧了 我得马上去接他 我送你去 哦不用了 你还要拉客 我自己去就行了 我们电话联系 哎 哥们拉客 这是苏家大小姐吧 是啊 哦 不过 他以为我是个开网约车呢 老大 你前脚刚让人去退婚 后脚又把人家约到这里来吃饭 这是什么操作呀 他说陆大少 腿瘸 毁容 活不了几年了 是个短命鬼 我当然要退婚 那不是你自己让人传出去的吗 强扭的刮不前 听过没 自己的老婆自己追才有意思 哇哇哇哇哇哇哇 你动我屁啊 哇哇哇哇 哎美女喝呀 你有毛背吗你 我什么说 天天在这喝酒 给我装置情绪玉女呢 怎么给我喝 来把嘴给我放开 我放开他 我谁呀你 哎哎哎妹妹去哪啊 滚开 呦这小皮剑我喜欢啊 知道哥是什么 哥可是地咕咚宇少 只要你能不能表现呀 哥哥肯定好好疼你了 滚开 哈哈哈 方式 方式 谢谢 不好 胸口流血了 干涉车 你们他妈给我注意 委练她们不要我面前 啊 喝呀继续喝呀 现在说什么话呀 老大 这两女人怎么解决 你们继续忙 我们不打人 我们继续走 哈哈哈 陆大师 我不是故意要背叛你 你让我一命 我 陆大师 你是陆荣渊 那个 鬼绒瘸腿的陆荣渊 我我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什么也没听见 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不认识你 可我认识你 苏清 听说你到处跟人讲 我身体残疾相貌丑陋 活不了几年了 哈哈 没有了事 你听谁胡说啊 是吧 绿绿 你刚刚还在讲 我还听说 你宁愿死 也不愿意嫁给我 不不不不 不是的 愿意啊 那行 我明天就让人去苏家提亲 别别别 陆大师 老大 我有男朋友了 老大看上也是你的费气 既然你不从 那没必要回来 别别别吓我妈 下刀 放他们走 老大这 谢谢罗大厂 谢谢罗大厂 别 不要了 不要了 找两个人送他们回去 晴晴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还没送过您礼物呢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什么 一条钻石手链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这宝石都是人造的 不值钱 来 我给你戴上 好吧 可是 我都没有给你准备礼物 你的礼物我已经收到了 什么 你 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 今天下班 我得约若若陪我去挑一件魂礼 我去上班了 小心一点啊 喂 若若 我马上就下楼 你等我一会 我手链丢了啊 谁也别想走 哎 这不是我手链吗 大小姐 你看清楚 这是我男朋友送我的手链 男朋友 哪家少爷啊 送得起几百万一条的手链 什么冰山女神啊 原来是个手脚不干净的小偷 大小姐 你看清楚 我这条手链才几百块钱 怎么可能会是你那一条 我刚丢手链 你这儿就出现一个一模一样的 不是你偷的还能是谁 明珠 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热闹 这儿有个小偷 偷了我的手链 还非说是他男朋友送的 他的男朋友 只不过是一个开网约车的穷屌司 怎么送得起 八百万一条的神女之心呢 雪儿 你俩认识啊 不太熟 对了 这位是珠宝鉴定师安迪 他跟神女之心的设计师非常熟 要不请他帮忙看一下 这个手链 是真是假 仔细看看 上面有我和刘东的名字手字母 大小姐 您的手链找到了 在洗手台的下面 这个是我的手链 这位小姐的是真的 字母刻字的是假的 费德设计师是不允许作品刻字的 李永东 明珠 我朋友肯定骗我了 你听我解释 你肚死人了 这位小姐 神女之心 寓意爱之隐恒 看来你男朋友对你很用心哦 祝你们幸福 这不可能是真的吧 东中院怎么送得起 这么贵重的手链 下次见面 我得问问他 你不认识 肉肉 你们俩认识 啊 万事集团的万大少爷 谁不认识 那可是个大人物 我们刚刚跳脚碰到的 哎呀 多讲啊 会说话你就多说一点 啥子 啥小姐 老爷让我请你回去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回去 老爷把你取配给富家二少的婚事 不回也得回 把他带走 啊 叔叔 好 老大 没事 老大 出事了 苏德安那个王八蛋 要把苏小姐嫁给富家那个二傻子 派人把他给绑走了 清清啊 你这几天跑哪去了 我跟你爸爸都担心死了 别装心吗 这是富家二公子 我们重新为你挑选的结婚对象 待会儿富家就过来商讨你们的婚事 你凭什么随便找个人就保嫁了 我精挑细选为你找的结婚对象 怎么能说是随便找的呢 你别忘了 你别忘了苏家因为你差点 要不是富家身处元首 怎么能度过这个难关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富家二公子 从小是个偏瘫的傻子吧 您居然为了挖弄富家 把我给嫁过去 富家没嫌弃你是个二手货 就已经是你妈坟头冒青烟了 这婚 你不嫁也得结 是啊 曾经 你去听你爸爸的吗 不好的 上次没打勾是吧 你这个混账东西 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我不嫁 你还能把我管是婚礼现场不成 你不嫁 我把你妈的缝给挖了 我回洋了 那可是你遭坑之妻的缝 说到做到 我已经有男朋友 你哪来的男朋友 爸爸 姐姐的新男朋友 是个网约车司机 这些天 天天跟这个穷屌丝混在一起 什么 你这个不孝 居然找一个网约车司机 转男朋友 你堂堂苏家大小姐 居然自甘多了成这样 他网约车怎么了 也比你找到傻子摊子强 姐姐 人家富家二少爷 好歹也是个豪门 爸爸给你找这么如意的狼尊 居然说这样的话 惹爸爸生气 是啊 那你嫁不去啊 什么话 小雪现在已经是傻太太了 怎么可能还嫁 属于那个富二少 啊 虽说是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但配你那还不是戳戳有余啊 哎你就别挑了 不要不顾爸爸的贴心也 那你那么满意 别说小雪了 你嫁不去啊 你你这个不要你 我还问你是什么 站住 苏晴 你的老子站住 老爷 老爷 苏总你啥子来了 快请 劝你要想清楚啊 副总 副夫人有失远营啊 苏总客气了 这位这是傅公子吗 真是一表人才啊 这是我的大女儿 苏青 苏青叫人 老花 我都说了我不嫁 私也不嫁混账来人 让他跪着跟副公子说话 放开我 放开我 抱歉啊 回事太紧急 我女儿 历史之间没有反应过来 老婆 君君 哎呀 副公子这么喜欢我女儿 折日不合壮人 不如今晚就让他们入洞房 这不太好吧 什么不太好 好得很 儿子既然喜欢苏大小姐 就让苏总说的吧 苏大小姐 副公子入洞房 你不要放开我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今天你要怎么嫁给父 我明天就把你妈分掘了 苏总 你女儿似乎不想嫁 傅夫人 这父女之命没错之言 这事啊 由不得她 还愣着干什么 送大小姐和副公子回房 放开我 放开我 我给了我 住手 我看谁敢 不要放开我 看谁敢 陆大少 今天苏家挺热闹呀 这长相啊太吓人了 嗯 陆大少 小你无知 这才有些口不得言 还玩恕罪啊 苏总确实是管教无法 那就让我的人替你管教 夏冬 我好疼 我好疼 多谢陆大少 管教我这个不孝真女啊 嗯 苏总还是挺平事理 这位是 啊 是我的大女儿苏青 爸 苏夫两家联姻这种大喜事 可一定要请陆总来喝喜酒啊 虽然我没能嫁给陆大少 但 毕竟曾经 也是陆大少为过门的妻子 与情与礼 都该邀请 不愧是我的亲戚 真聪明 才与我退婚 就跟傅家定亲 当我跟傻子比吗 不 陆大少 我和苏总啊 是仙良而已 别当真 还没订 那就是开始谈了 不过说来也是 陆家二少 的确是当了该关家人 不过苏大小姐 毕竟是跟我有过婚约的人 不合适 我看 苏二小姐 跟你儿子挺般配的 我看这苏家二小姐跟你儿子挺般配的 这 爸 你还有一什么呢 我现在已经是储家的人了 怎么会嫁给这个傻子呢 你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家人的什么德性 你自己不知道吗 还好意思问我 你这个女人 刚才你还说我儿子 风神就老一表人才 说是一门好亲事 你怎么这么奸算刻骨 没想到苏二小姐 对苏二少如此爱了 既然你们情投意合 我倒是能替你去储家走一趟 让你们分音作分 我不 我爸 你看他现在还留着哈拉子 可真死了 我不要带这个傻子 路上 您就别开玩笑了 求您搭开贵手 放过小女吧 走投不忙 傻子乯 你快打 他 打他 师总 小女从小交玩惯 您多见谅了 交吗 我开始吹轿了 我们是高攀不上 谢谢陆大赵 让我看清了苏家的嘴脸 改天咱们坐在一起喝茶 今天呢 还有事 我先走 哎 不走 陆大赵 去书房谈吧 陆大赵 这边请 苏青 你可别得意的太早 你先是被陆家退婚 现在又得罪了傅家 我看傅陆两家 怎么能轻松的放过你 是吗 可我怎么记得 该嫁去陆家的人是你 得罪傅家的人也是你 他们是不会放过我 还是不会放过你 你心里比谁不清楚 你还真是 你还真是压惊嘴里 你以为陆大赵 是来帮你的吗 他是来给你找麻烦的 就算是 那又如何 如果不是陆大赵 我已经被你们这对奴隶 强迫跟了一个傻子动放了 再大的麻子能搭过这 我告诉你 过了今天 整个上流社会圈子就会传出去 陆家的大赵也不要你 陆家的二傻子 也不要我看你还能得益多久 你要编排我就请随意 不过 我提醒你一句 这傅夫人 跟你婆婆的关系可不是一般好 你天天得罪了她 还是先想想 这储夫人的位置 不能用坐楼 苏芹 你可别忘了 五年前 你和一个野男人走河 还生了个野种 要不是你爸爸说 这种烂事传出去 太丢苏家的脸了 你以为你现在 还能维持你这个 冰清郁节的大小的形象啊 你妈那个贱人 死之前跟别的男人不亲不数 现在你这个小贱人 不跟别人的夜情 剩下了个野种 她真是有其母 必有其女啊 你们还有脸蹄 要不是你们这对迷你 在我生人宴会上瞎样 我怎么会被别人 这对落途的 你们怎么不死 是剑人废什么话 打我女儿 陆大厦还在楼上 如果想把这件事情闹的人尽皆知 都闹吧 好你个苏青 你用你了啊 我告诉你 这件事 那是为了苏江的脸 不是为了你 可别忘了 你生的那个小野种 还在我手上 你要是想让他死 你就再嚣张试试看 这些年 你没用这些事情 威胁了我多少次 觉得我还会信吗 等你们 生下来就是个死态 什么死态 你少跟我故弄玄虚 要不 我去找我爸聊聊 你每个月去一趟南山 这些见得什么 你胡说什么 你胡说什么 我去什么南山 我说什么 闻口心你听什么 妈 苏青那个小贱人真的太过分了 他居然敢威胁我们 这个没妈的野种 要让他不得好死 妈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真的教训他 你放心 妈一定替你出这口恶气 苏青呢 走了 哎不是老苏 这个苏青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 连走之前还把小雪给打了 你看小雪的脸 都被打成什么样了 爸 我的脸好头 以后 少去招惹苏青 最近你俩也收敛点 我副家的乱谈了 不知道咱收什么 不是老苏 小雪都被打了 你怎么你还 那是陆大哨让人打荡 来来去点教训了 行了 以后苏家 就当没有苏青这个人 苏小姐我们陆大哨有请 你很怕我 没有 坐过来 我坐这里就行了 刚刚谢谢陆大哨出手帮忙 我 只是 既然要谢 拿出诚意来 什么呀 我陆荣源三个老婆 虽然他们都害怕得要死 但都很听话 敢逃婚的你还是第一个 你说 这笔账怎么算 这是个误会 那就是你现在想嫁了 不是的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这样 那他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 我叫陆荣源 是你网约车司机 陆大哨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强女的瓜不甜 而且 陆大哨不缺女人 我必为难我这一个小女子 我就喜欢抢你们的光 你不分手 那行 我就找人废了他 我倒想看看 敢抢我陆荣源的女人的人 到底有多大的胆子 你敢动他 那就 从我心里上踏过去 你就这么爱他 对 废他不嫁 你嫌弃我会容 不是的 陆大哨 人中龙凤 是我配不上 我说你配得上你就配得上 你到底喜欢他哪点 哪哪都喜欢 虽然他很普通又没有钱 但我就是喜欢 老大 老大 你笑了 开车 你谁啊 拿着我干嘛 有人花钱 让我带你走啊 我不认识你 我不去哎 这可由不得你 你们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吗 你这可是违法的啊 逼逼逼 啊 不是 放开我 放开我 老大 国外的运输路线全都拿下来了 哼哼 轻轻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啊 这个点 小董 五分钟之内我要知道苏青的下落 老大 我好了苏小姐被人绑了 什么 放八蛋肯定是陆家那群狗东西 绑架了苏小姐想用来 不管他是谁 还动轻轻一根头发 就是找死 赶紧发位置给我 你们是谁 快放开我 苏大小姐 对不住 我们也是男人钱财 替人消灾 我有钱 他们出多少 我出双倍 不 三倍 教你们放过我 大哥 跟他费这么多话干什么 这么美的妞 不如 我们先玩玩 赶紧的 别耽误正事 别过来 你不要过来 小妞 爷爷我来了 不要过来 滚 别过来 别就是咋了 你让哥好好爽爽 待会让你死的舒坦 滚开 跑快点 小美人让哥亲一口 滚了 啊 大哥 大哥快来 上游泳跑 站住 站住 好了 走不跑了 老哥别跟他废话 你弄烧我了我今天弄他 瞧我很快 你们俩会遭报应的 真的 你绝于此了吗 不计 不容颜 老大 夏东 审了绑架苏小姐 你猜是谁指使的 你肯定想不到 快说 不是你家的人 是地精四大家族 周家家族 周雄飞 而且这个周雄 这个周雄飞 是苏小姐 记得了情绪 怪不得那个情绪 前人敢那么嚣张 管他是谁 敢伤害 周 呃 我 老大 周家 那也不是什么普通家族 当然了比不上路径 但那也算是加紧深厚 是 让以后再算 先收点利息 找人 把周雄飞 最宠爱的小儿子 那条腿入鞋 是 老大 是鞋左腿右腿还是 是 明白 公主 清清 你醒了 你们哪里不舒服啊 小雄飞 晚上差點就趕了 別怕啊有我在 不會讓你死的 你怎麼找到我的 昨天晚上我打給電話關機 我就感覺有問題 立馬就抱了解 是警察找到你的 真的嗎 嗯 陸榮淵 你對我這麼好 我以後離不開你怎麼辦啊 傻瓜想什麼呢 我告訴你啊 不會我死了 不然我讓你掉 不准瞎說 我打電話只是通知你一聲 這一次 我絕對不會放不清俗其道 你又怎麼了 怎麼回事這才幾天啊 這怎麼又進院啊 若若 要不是我命呢 你可能就見不到我 我幫你來了 你也不想說 你也不想說 你肯定遠不想說 如果我不要緊 你們可以退縮三句吧 不小心 你是不是 我燒烤了 你是不是 這把臉都會出 Command 你是不是 我把臉都不會甘手 我把臉都會出力 sa 住什么院啊 苏江 你的全身体检报告出来了 王游胜有话跟你说 你来娶一下 干嘛 你好好休息 拿报告这种小事 我去就行了 快 快回来 走走走走 啊 体检报告体检报告 那我生过孩子的事 那他不就都知道了 我知道这样的事情 怕谁都无法接受 如果 你想分手的话 不是 清清 你在说什么呀 回家吧 陆总员 你这是 怎么了 医生助理没问题啊 可以出院了 你没说别的什么吗 什么别的 没什么 没什么 那我们回家 你干什么 丁群 你生个孩子吧 生孩子 嗯 我生个女儿吧 像你一样 温柔又漂亮 你不知道 我好早就想了孩子了 还是说 你不愿意替我生吗 不不是的 只是 太早了 我现在还不想生孩子呢 好 听你了 事 你再感觉 你不愿意替我 油绷 你也不愿意替我 你不愿意替我 你把人叫做 你那天 害怕失去你 喂 艾若 姐姐 计划开始了 我刚刚看到你进步中途 我去了明月消除 真的啊 那你等我 你把什么就过去了 妈妈你怎么样 在我刚才看见谁 谁啊 周氏集团的董事长周寻飞 和苏甫 他们两个不会 他们已经偷偷摸摸很多年了 啊 真的啊 那他 岂不是给你爸戴了很多年绿帽子 那还等什么呀 赶紧告诉你爸呀 这样 足够情愫紧松的 放心吧 我已经给我爸打电话了 抓奸这种事不亲自来 怎么会相信我说的呢 什么呀 秦宿秦啊 三万五次能找我麻烦 就休怪我 不客气了 我等你看看我 不客气了 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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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他 你等他 坐下 秦淑晴 秦淑晴 我打死你们这俩建国也不我 我打死你你这个老大人吗 我打死你 打死你 你这个建父啊 你这个建父 我有先生你们还有事啊 你记得给我拍视频 今天谢谢你了 人家啊谢什么呢 还谢什么走了走 啊 哎你真疯了 你又出来 你又出来你 有出去老婆 说啊不是你想得는样 听我解释我 今天把你现场捉解 你你还有啥说的你 啊 啊 出了贱人啊 肃的 你居然敢打我 我不只要打你 我后面打死你 你看看你现在啊 医生不整个样子我们苏家 还有我苏大呢脸都被你丢尽了 你放黑被我丢尽了 因为你连要多值钱啊 要不是我 因为你能接到收家那么多订单 没我苏家早被你白光了 我我是替苏家分由 分由分到别的男人身上去了啊 那这个贱妇女啊 还很狡辩 你妈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 你今天打扮的好漂亮 你是要跟我爸挂上世界 你怎么在这 我请我爸吃饭啊 啊 那你不要挂上世界的话 你先走吧 我站住 我知道 是你搞的会对吧 你敢害我 我害你什么 你还装你我大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兔子急的也是会咬人的 我先肃起你 你给我看清楚 从现在起 你实驾在我身上都会原封不斗的还给你 你个贱人 你敢害我 我饶不了你 够了 还想脸丢都不够大吗 把人给我回家 别的就丢人现眼了 冲天你 你在这干什么 走 你放开我 你这问你得罪什么 关你什么事 你得罪的不仅仅是秦素晴 还有朱家朱雄飞你懂吗 是 秦素晴他不算是 朱雄飞他是朱家掌事人 你敢得罪他 那要怎么样 楚天忆 那是我该关心的事 你操心什么呀 这是在担心你 你惹得起周雄飞吗 那年子你跟年子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担心我 楚天忆 你要不要听你自己在说什么呀 你能不能别说这种话 噁心我了 素晴 是 我知道你还在因为 调包新娘的事情生气 但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我现在需要苏雪的帮忙 不许是周雄飞你知道 你就别再因为我跟前素前母女 对着干了好吗 我求求你了行不行 哇楚天忆 你真当你自己是个东西啊 你滚 李彪 苏清 小爷这位看你玩哪跑 怎么 上次那脚还不够啊 你还敢提这事 我跟你说 今天必须陪小爷喝一杯 这事就很拉倒 不然呢 我弄死你 吴家司令做咋人了 吴家司令做咋人了 快来看啊 刷手 小美人 陪小爷走吧 伺候好我了 说不定我把你给娶了 啊 许我我怕 你受不住我低脚啊 你真玩的啊 敬酒是不吃吃法酒 我今天我必须我带你走 你给我走 放开你 你 放开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哪来的土豹的啊 你看清楚小爷是谁了吗 你就敢动手啊 我不想对你角色 赶紧给我滚 他是不经四个家族之一的女家 全是滔天 不是你几成都可以解决的 小青 谁担心 欺负你 就跟天王老子我也不怕 哎 你脱小子啊 老子看上你了你怎么敢动 弄死你我 我 你不敢你才找死 快 快 快快快 苏鸟 你们要到大梅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啊 你这土豹子男朋友怎么谁也敢打 他可是地精四大家族李家独子 等着李家的疯狂抱负啊 进去 别怕 我们走 站 打了下车还想走 就你这个见面都帮我赔他 再骚扰自己 赶着浪里婚姆收尸吧 陆荣渊 要不这几天 你是出去避避风子吧 不用 他们先动手呢 我们是正当防卫 别担心 那要不这样你这几天别出门了 去我那里住几天 清清 你这是在邀请我同居吗 小冬 去找李奎华好好聊聊 问问他 是不是想白发人送黑发人 吃饭了 哦好 你在给谁打电话 哦 一个客人 问我跑跑跑临时 我跟他说最近太忙了 跑不了 你最近千万别出门了 好 我给你的 这是谁干的 我的宝贝儿子 是苏青 那个穷屌丝男朋友 哎呀妈 你们一定要给我报仇啊 报仇报什么仇 你就不心疼吗 都是你惯的 苏青 你惯什么东西 他之前就欺贯儿子一脚 见到他就不心疼吗 我家也把儿子打的这么惨 我一定要报仇 就是你给他惯的 李总 陆家来人了 夏先生 李总 陆大少托我来喂喂喂 不知道你家小少爷现在的伤势如何呀 打伤我儿子的是 李总 你在商场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怎么就伸出这么一个负瘍 陆大少托我向你带句话 这死 只是打了你儿子两条内骨 再有个小爷 你老李家就后继无人了 是我教祖方 还请夏先生转告一下啊 陆少啊 改天一定登门去拜访啊 别别别 李总 你是个聪明人 不必要我说太清楚吧 该向谁道歉 啊明白明白 我明天亲自去苏家登门道歉 你还坐这儿开始 赶紧让人找人 把苏青和他的吊子男朋友都找回来 找什么找 你赶紧给我看好这个孽障 别让他那个出去找货了 你什么意思啊 他苏家小门小货 你还怕了不成 苏家算什么 那是陆家 我们惹得起吗 苏青 你这个水性洋花的败家女 还敢回了 你这个不孝得对陆家 富家还不够 现在连李家也得对了 你是想让我苏家有个翻身之地吗 是他李孙调戏我在心 这我不说 人家怎么别人不调戏 怎么偏偏调戏你呢 那疯狗咬你一口 也是你的错了 哼 死呀 你就嘴硬了 够了 我不说这么多干 苏青 从此以后 我苏家没有你这个女儿 你也别想再踏去苏家一步 爸 你认真的 我已经跟你断绝妇女关系 从此以后 你做的任何事都和苏家无关 害过他说起 这不欢迎你 就是 一个只会惹祸 给苏家脱下水的小剑人 你有什么资格 继续赖子 我没资格 那你这个 在外面给我爸带绿帽子 你就有资格了 你别的中行非 你们俩闭嘴 闭嘴 你这个不孝女 你以为我不知道 那是你安排的一场戏 你真跟你妈一样 越险又冷血 你也被提我妈 我说苏家 我说家 行 苏走 从此以后 我苏青就是一个孤儿 我苏青就是一个孤儿 啊 敢 我我 你连累我 嫉妒 李总大家共里 这是旁边 明年来 是为了我孙子 李三 和你姑娘 苏青的事来 李总 昨天的事情我听说 但是我苏家中央 都舒服 你想怎么出 苏青逗子 我就有半个愿言 大人呢 是苏青 和我们可没关系啊 你们要兴师问罪 还是要上下官 您都找他 李总 关于昨天的事 是我的不对 对公子的伤 都是奴隶的人 你有什么就冲着我来了 苏小姐 非常对不起 我今天来啊 是特地向你道歉来的 什么 你打了我的儿子 替我教训了他 我想谢谢 不是 我是不是听错了 李总 不是来 行什么罪的 我也不知道 行什么事问什么罪呀 我那个不孝的儿子什么德性 我还不清楚吗 是李森 昨天骚扰了苏小姐 苏小姐替我教训了他 他没有什么伤害 我应该向你道歉的 你苏小姐 大人有大量 你就原谅我那不孝的逆子 脑子坏了吧 自己的儿子被打 还跑过来道歉 是哪来的 阿猫阿狗 敢跟我这么说话 小女 你这了还望李总见谅了 啊原来就是你这个女儿 先要嫁给陆家 后来怎么又成了 俗人竟然做出这么蠢的事来 你是不认这个女儿了 这样的话 那我 就收苏星做我的女儿 什么 傅小姐 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儿啊 你不是开玩笑了吧 我不是开玩笑 我说话一言九点 如果你做我的女儿 我要把我们李氏集团 百分之三的股份 赠给你 百分之三 那以李家的体量 可是几十个亿啊 李总 师父 我说的是真的 你愿不愿意 如果你不愿意 我也不能强求 我见着李总 也觉得很投缘 有一股莫名的亲切感 那就这么定了 我选一个黄道吉日 给你做一个任亲大典 哎呀 我女儿要是能跟李总投缘 那这是我女儿的福分呢 路总 你的记忆力太差了吧 刚才你说什么了 你忘了吗 苏总 我与苏家 以后再会发个 还请你 记住之前的话 月儿 车在外面走 跟我回家 不是 这个李奎华 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 而苏青打了他儿子 他还要认苏青当干女儿 哎我们小雪这么好 要认也是让我们小雪当干女儿啊 闭嘴 要不是你手援我和苏青 断绝妇女关系 我们苏家也不追 什么都捞不着 你好什么好啊 敢这么对我 你这个贱婦啊 你以为你能糊 你能糊弄过去我吗 上次你给我戴绿帽 我那个事啊 还没完 我打死你 哎呀 妈妈 你都别打了 赶紧脚 李总 哎 我现在已经不是苏家的女儿了 你为什么要认我当干女儿啊 你以为你和苏家有关系 我就认你做干女儿了吗 其实啊 苏家这点产业 对我来说 是一文不值啊 是我儿子 看上你了 想必你 并不想嫁给他对吧 既然如此啊 我只能断了他的念头 不过 苏青啊 你放心 对你啊 我没有任何伤害啊 我李某人 没有闺女啊 感觉咱爷俩啊 特别投缘 认亲这件事啊 我要选一个黄道吉日 你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条件 你尽管跟我提 行 一会儿想去哪里啊 我回公司 我送你 走 上车 李总 还叫李总 谢谢你 干爹 哎这对了 快去吧啊 好 慢走 苏青啊 都几点了 你现在才来 我请了半天的假 现在没有到时间 谁批准的 没有我的批准 就不算请假 这个月 全情没了 刘经理 你这样的小人行径 要是传得到了我们耳朵里 恐怕 是会影响你 入阵红的计划 你在微笑我 你算什么东西啊 还没有当上上门女婿 就开始行驶老板女婿的特权了 你胡说什么 你因为无辜矿工 损失了一个重要客户 公司损失千万 你现在 立刻卷铺盖走人 刘经理 我劝你不要欺人太甚 否则 我不介意把你去年拿回扣的事 给大家说一说 你胡说什么 你们带公司招什么仇 郑总 这个员工无故矿工 倒是公司直接损失上千万 我正教训他呢 爸 这已经不是苏清第一次失职了 咱们公司可不需要这样的员工 那就把它开了吧 郑总 您不问清情况就直接把我给开了 是不是有失公寓 而且 我跟公司签了五年的合同 您不能不查清真相 就直接把我给开了 你口气都不小 这是我的公司 我开的你还不成吗 我要的只是一个公道 当然 这是你的公司 你要开我也可以 那就必须 赔付我三倍的工资 三倍的工资穷疯了吧你 上次拿一夹手链就想损损过关 看我虚荣 我是给你俩吧 失去的赶紧滚 闹难堪了 告诉你 别想再跌枪 看你才是不想在地境待下去的 看你才是不想在地境待下去的 你怎么来了 清清 你先休息一下 剩下的交给我 郑总 赔三倍 还是你想赔点别的 你是什么东西 输竟他无不矿工 让公司损失惨重 他必须付出代价 随后 律师就把律师函 借给你吧 郑总确实会损失他 陆文明 别动手 陆文明 你 你 你 爸 爸 爸 陆文明 算了 此处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 我知道 可我就是不想我的清清 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可是 好了 别担心了 我带你去吃饭 完了 这下全完了 爸 一个废物苏清 掀不起什么风浪的 苏雪都跟我说了 现在连苏家人 都不认这个女人了 咱们现在正好可以告他 让他赔钱 你懂什么 你这个败家女 郑总 苏清这个男朋友 是不是有什么大来的 都是你演的货 我打死你 爸 爸 我打死你 我很好奇 你刚刚跟郑总统说什么了 他害怕成那样 没有啊 我就跟他说 他最大的损失 就是失去你一个这么好的员工 是吗 嗯 我怎么不信啊 还威胁他 如果他再敢欺负你的话 我就拳头伺候 这才是你的风格吧 但是 你以后可不能随便打扰 知道了都听你的 清清你先吃 我去一趟洗手间 老大 明天一早 我要看到正式集团 在定金消失的消息 老大 你这些动作实在太大了 你要是那边会不会 靠他干什么 当年他下药害我 还找人在我车上做手脚 让我去车祸 折服了这么久 是时候反复了 清清我接了一个马上跑领事的机单 好 那你在外面跑长途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带你回来 知道 这个楚天忆 到底想干什么呀 清清快坐 清清我点的都是你爱吃的饭 大晚上找我出来 就是为了吃饭 清清 我就不跟你逗圈子了 其实我今天 有个特别重要的事了 我想好了 我要跟苏雪离婚 然后娶你 怎么样 开心吗 开心 楚天你在想什么呢 我早就跟你说清楚了 我们之前是不可能了 清清你别这样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 但你要清楚 我从始至终爱的只有你一个 我跟苏雪在一起 完全是为了利用他 老大 我这已经布置好了 咱们这好二叔啊 竟然敢做这样的事 今天晚上就让他有来物 你看 清清在这 啊 大嫂 怎么会跟别的男人在一块呢 他 哎 滚开 楚天忆 我现在看见你这饭骨气 我知道你现在棒上了李家这棵大树 但是没有我的帮助 你又能从李家得到多少呢 原来这就是你的真实目的 我以前只是瞎了眼才会看什么 你放开 我给你 我给你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 对 崔强 小大 你这个家风 挺彪悍的 还都 这张楚天忆长长记性 不用 小大 让我去 哈哈 好了 话收到了可以收我 好 都小心一点 我给你找什么地方呀 我车都打不到 别让陆轮远跑了 吓死我手 陆大哨 陆大哨 跑 哎 哎 等一下 跑不动啊 那太好了 又瘸了 陆小姐 扶我一下 陆大哨 你怎么会在这啊 他把我二叔的犯罪证据 没想到 就中了他的埋伏 你二叔 怎么不对我 陆小姐 真聪明 你怎么站不住了 能抱我吗 陆大哨 嗯 你身上的味道 怎么跟我家的梦游路一模一样啊 咳咳咳 没事吧 你受伤了 你在流血啊 不碍事 等一会就不留呢 你会把我装前的事说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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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什么 你会 utan就这么快 亏不静 除非 冲 emot你嫁给我 我不能上 別 你別開開玩笑了 怎麼了 怎麼了 我們在這 怎麼了 小姐你幫我扶一下我老闆 放心嗎 我扶一下 哎 你上面又不是陪你自己可以走啊 我 好心裡的血太多了 他有點暈 今天太晚了 盧小姐就在這休息吧 那我就先走了 我 嗯 我剛剛傳來消息 陸展員已經中生路上了 老爺次趕過去了 那是他自己找的 謝謝 不可以所有姐下次見 不可以 這麼多大小的人 怎麼會下次回乞 思青 你有臉的爛 劉經理 小心我告你人身攻擊 你幹什麼去 我還要找你辦理職呢 刘经理已经被开除了 为什么 你还不知道 公司已经一主了 现在是陆氏集团分公司 你们看到网上的消息吗 除了陆氏收购我们公司 还有你的八卦呢 我的八卦 是啊 网上传 你被李氏集团的总裁包养了 还拍了你从李总车上下来的照片呢 说的可难听了 你可真让人若信 给跟你爸差不多的人道情夫啊 还放上了李氏集 怪这么小张 郑女士 造谣可是要坐牢的 造谣 你跟李总的照片可都拍出来了 破坏别人家庭 你就是不折不扣的小三 那你刚才从厕所出来 怎么这么吵 证据确凿 嗯 你刚才肯定吃屎了 我告诉你别同胖盖娘啊 你以为这样就能洗清李总轻夫的事实 谁是苏青 谁是苏青 妈呀 这不是李氏集团的李夫人吗 是啊 难道苏青 真是李总的情货 这正是打上门斯小三的戏码 太刺激了 李夫人 您找苏青是吧 他就是苏青 我家老李果然有眼睛 天啊又开丝了 公司这些男主事 一直说苏青冰山美人 原来就是个不要脸的情妇 李夫人 您找过什么事 找什么种 现在自己做了什么不知道吗 真是个不要脸的奸人 哪里来的阿拉格 就知道乱飞 李夫人 我是在帮您说话 李夫人 我说什么事 我说什么事 李夫人 小青啊 老李一个大男人 办事一点的靠谱 这是啊 做你的店店里 快收下 我李夫人 是你不喜欢这个翡翠耳朵 那我再给你挑个别的 啊不不不不 我很喜欢你 谢谢你 你看看你 还叫什么李夫人 叫干妈 干妈 哎 哈哈哈哈 我先回去操板一下定体验 刚刚我说的 不好听 让你们也是被别人误导了 不过 不知者不怪 这个周末 有空就来参加 我们夫妻俩和清晴的任体验吧 欢迎大家 喂干妈 喂干妈 啊 我就在路口这儿 姐 你来干什么 姐 我听说你约了李夫人 要不你带我一块去 我跟你的关系好到这种程度了 姐 我知道 你还在因为天意的事生我气呢 可是 天意爱的是我 我也不能把他让给你啊 这不 你不是有一个 王爷车的司机男朋友吗 你就死了心吧 我们两个 不计前嫌 和好如初 和好如初 我们 什么时候有过好的时候啊 至于那个楚天意 也只有你 把你一坨屎当成 小婷上车 走了 很好 干妈 大妈 你夫人你好 我是储家的少夫人苏雪 我婆婆一直惦记着您 想与你打麻将呢 你婆婆是谁 我跟她很熟吗 我婆婆叫谢慧珍 我給你把他拿走 你想起來了一個小三啊 他也配跟我打麻將 這是什麼阿媽阿狗都來透 小青快上去啊 坐前面 走 傅雪你疯了你不要命了你 我是不要命了 都是被你逼的 怎么就因为我了 你开车就做什么 不就是为了把他身上凑吗 不不可理喻 走走开 你敢推我 你敢推我 给我闪开我不 要是我追不着 你看我怎么想事 闪开 你的心都在树心生着 我能不疯吗 前几天因为他 过来水里一夜 现在又要踢着脸去追他 我才是你老婆 我不去你去找他 你要不是周雄飞的私生 我会跟你结婚吗 苏雪 我劝你好好掂量掂量 别把自己才子太可惜了 我警告你如果周雄飞不认你这个女 咱们立马 不关 张叔叔不会不认我的 他最讨我了 他一定会认我的 我给你三个点时间 谁 陈天忆 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的 一定要归下来求我 哈哈哈 哎呀 小雪 我妈你好疼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都是苏星那个贱人 他给你弄伤的 妈 我要让苏星不得好死 几年前 他不是生过孩子吗 那我们就让他在这次任亲宴上 你去扫地 但是你爸爸 不允许 我们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啊 哎呀什么我爸 那个苏德安那不是我爸 周叔叔才是我爸 你就让周叔叔 找一个孩子冒充他的小孩 那找一个男人冒充他的老相好 不行了吗 哎呀 最近不好想你 一回来就这么腻歪 不凶啊 怎么了 没事 你受伤了看看 这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弄到的 我认识的一个人 跟你一样伸在手臂 这也太巧了 呃谁呀 地精四大家族之手 陆氏集团掌权人 陆荣岳陆大哨 陆大哨 你怀疑我是陆大哨 怎么我跟陆大哨长得一样吗 我这真的是开车弄到的 你不相信啊 那我打给那个客人 他可以帮我作证 不用啊 我相信你 真的 不相信你 你不相信你 你要是吗 我虽然要认识過 我这么听过 你真的会用 你不相信我 哇好漂亮哦 哇好漂亮哦 真像 塑造這麼好的東西 你家還真是蠢 要認女兒也應該先認我才是 沉住氣 咱們不是安排了一出好戲嗎 等著拍戲就行了 各位朋友 各位嘉賓 大家好 非常感謝大家參加今天的宴會 我隆重推出我的女兒 蘇青小姐 正式成為我 李佩華的親女兒 我想拿出我們李氏家族 百分之三的 股份送給她做嫁妝 無論能嫁給誰 百分之三 李佩華真是瘋了 為什麼就能做出這種事 一定要讓我錯誤 老大 這李佩華的算朗打得挺小 任大嫂當該女兒 您平白無無多了個爹 她還拿自己的股份做嫁妇 那你以後的聘利 不是智能多不能少嗎 無方 無論是嫁妝還是聘利 都是清清的個人資產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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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清啊 媽媽 秦怡啊 真替你高興啊 這做了人家的乾女兒 可不能 像以前在家裡似的 那麼任性 也不歸宿了啊 哎呦 你看我呀 這一高興 都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小清啊 前不久蘇家才跟你斷了關系 怎麼又冒出了姑媽 我親媽早死了 我自己也很小就出來打工了 雖然 不知道這位蘇夫人 是以什麼聲音說這種話 但我覺得 有些不乾淨的人 還是趕出去吧 姐姐 我媽這樣做 你是為了鍛鍊你 就是 讓妓女出去鍛鍊 你自己和親女兒在家想 蘇夫人 正如水端的可真平 姐姐 如今你受李家的重視 可別忘了蘇家的恩情 我媽就算沒有功勞 也有苦勞吧 是啊 還得勞煩秦怡 為我操心軍事 可惜 這傅兒生沒有看上我 花費了秦怡的一片苦心 蘇夫人 你居然把小清嫁給了殘缺之人 你以前也是這樣對小清了嗎 讓妓女嫁給一個傻子 這不是欺負人嗎 蘇小姐好可憐 不是的李夫人 那都是誤會 是傅家呀 他們主要找上門 沒錯 明明是你親自上門找我們傅家 推薦蘇卿做我兒媳婦 外邊你竟胡說愛的嗎 這時候就來 我 你不忍你聽我解釋 媽咪你不要爸爸不要小寶了嗎 小朋友 你是不是認錯人了 你不是你媽咪啊 你就是我媽咪 姐姐 事到如今 我想替你瞞也實在瞞不住了 你小寶多可憐啊 你就真的忍心不認他了嗎 他可是英五年前 生的小孩呀 這小孩怎麼叫蘇小姐媽咪 沒聽說他結婚啊 難道 蘇小姐以前真的私生活瘋了 還有個私生子 那這樣的話 那李家不是被坑了嗎 收一個行為不檢點 得心有問題的幹你來了 小青 這是怎麼回事 安靜 你查清 到底是誰 無妙為李虧華的 姑娘 再走 慢著 孫秋 你可以不要我 那小寶是你的兒子 我根本不認識你嗎 不論如何 我都不能把孟孟生自己的事 幫我出去 孫秋 你怎麼可能不認識我 五年前我們在一起 有了小寶 要不是因為我快死了 那家人小寶都沒想你 我根本不會在那裡見你 我知道 我非不讓你 我只希望我死以後啊 你可以對小寶好一點 我都沒結婚哪來的兒子 有紀徒 知道誹謗 要判多少年嗎 你真的要做這麼絕是嗎 反正大家看也知道這個事 五年前我們在一起 這是證據 大家會看到那些照片 黃朵 照片是和什麼的 你照片 好 怎麼可能你服用什麼 我在看 這些照片就是 有這支心願在生活照片 孫青 你不只是耳塞了 還找更愛你耳塞 當年不是你說明了嗎 我們也不小心這一步 是啊蘇青 你怎麼這麼冷血啊 兩貝貝 居然 使用卑微手段 陷害你 抓 誰支持你他 不信 不信可以去做清潔廉 笑吧 你今天隨便帶個人來說 是我兒子 讓我帶去見諜 明天他要帶個人來 讓我去見你 我天天見你嗎 我天天見你嗎 你真男髮不是百射 見不實話 那就讓他永遠別說話了 姐 快把人送醫院呀 可別鬧出人命了 是快來人啊 趕快送醫院吧 看誰敢 那裡有空心上大頭 抓到病 好給他臉叫去 啊 哎哎哎 對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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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你這小子剛做了八年牢才放出來 又開始搞是不是 你做他上癮了你 八年前還在牢裡 怎麼可能跟蘇小姐有關係呢 就是 而且他肯定是有人找來污衊蘇小姐的 這招可真夠噁心 蘇雪蘇雪快救救我 你答案跟我沒事了 我的好妹妹 你是不是該向大家解釋一下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根本就不認知這男人 我哪知道他在說什麼 蘇雪 你是個賤人 你過後拆銷 是你給我笑的這麼多呢 是哪兒的從聊死 我是蘇珊的大小姐 是你能污蔑就污蔑的嗎 那叫別人的胡說啊 一個騙子老改犯的話 怎麼能當真的 再說 就算沒有這個人也肯定有其他男人 大家知道蘇青和多不減匾嗎 他十八歲夠了 你們先逗人我還先逗人嗎 你們兩個趕緊給我滾回家的 趕緊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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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路大上 這條件太高級了 這就頭髮鬆忙了 明明是你先拽的我 那是我頭髮鬆忙 你們在這幹嘛 送你的禮物 這太貴重了 我不會收到 別動 我如榮淵送出去的東西 沒有拿回來 謝謝 唉 唉 蘇青 你回來了啊 我來就是問一件事 問完我就走了 唉蘇青 你跟你爸爸講話什麼態度啊 真把自己當李嘉大小姐 我是不是李嘉大小姐 所有人都知道 怎么 你不让 也行 回头我就把这话 跟我妈说到说到 你 你什么你 金素琴 你要是再敢比比 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别忘了 你怂恶我爸跟我断绝关系 在我的任期念上 找人诬陷我未婚生子的事 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 哎呦吓死我了啊 苏青 这把你厉害了 肩膀硬了是吧 你以为你傍什么靠山 你就能干净了 别忘了你当年可是未婚生子 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 也有记可查哎怎么 你有脸做 真没有脸让我们讲啊 闭嘴 小青 你放心这件事啊 爸爸一定捂得死死的 他俩谁敢说说 我就弄死财 你算了吧 你还不是看苏青 而傍生的李家 现在又卷个脸去讨好了 别忘了 苏家这次危机 是我找周总才解决的 周雄飞那点做事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要不是看在里面还有点利用价值 我早就把这件事闹得人尽皆知了 你敢 周雄飞不是报告你 别比我客官客官 你这个借货给我滚 孙总 你是个人吗 我跟了你二十几年啊 小曲是你亲生女儿 你敢这么累我是吧 这雪蛋是不是 亲生女儿 苏总啊 这事 还真是啥啥 贱人 你说什么 你调破无关系是不是 借货 你给我说清楚 你给我说清楚 我说什么说 小曲是你女儿 我说什么说 我说什么说 够了 我来只是想问一句 那个孩子 真的死了 死了 那孩子一出生 整张脸无亲 没抢就过来 小青啊 这件事过去这么多年了 别再多想 爸知道 都是你情谊不对 所以你什么都知道 秦苏秦给我下药 让我在十八岁生命宴上食生 你都知道 小青啊 是爸爸 你现在 是李奎华的干女儿 多少好男人都认你挑 忘了这件事 往前看 不劳烦苏总操心了 提醒苏总一句 这立帽子戴久了 就成习惯了 你那宝贝女儿 还是做个亲子鉴定再说 不 贱人 你胡说什么你 给我回来 你老叔 你不要情的胡说呀 你给我说清楚 你给我说清楚 还是挑拨离间呀 你看不出来的 你不跟我说清楚 我跟你没完 什么说呀 你老东西 我忙完啦 你在哪里 我想见你 不用了 你也累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 是不是生气了 没有 我累了先睡了 你 为婚生子 小渊呢 你怎么才回来 爸呀 你看小渊 完全把我当仇人 你但凡有点 长辈的觉悟 小渊呢 她也不会是 今天这种态度 她不是 还因为五年前 我给她瞎要的事 还跟我上级 我呢不是为了给大黄 还是散叶的 你还有脸提这个事 当时要不是你 她当时能出车祸吗 回来了 因为这事 你都说了我多少次 要不是你是我儿子 哼 小渊 你这几天 是不是在躲着我呀 嗯 是不说那些了 肚子饿了吗 来吃点东西 没事 不急 哦好 那 那我们 陆渊 陆渊 嗯 我们分手吧 同学的事你也听说了吧 有人在宴会上大闹 是我侮辱生子 但那不是早了 五年前 我确实是管 一开始瞒着你 是因为跟你没有什么 长夜的打算 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 我觉得 你也很不错 我 算了 算了 我们不合适 所以 分手吧 是我困叫你 但感情的事不能勉强 所以今天这顿饭就当是 分手饭 我们好就好算 你觉得怎么样 不用了 反正我也不吃亏 我们互不相欠 所以 你这是同意分手 好去好算吧 苏小姐 我解释 苏小姐 你 在躲着我吗 你真的跟老大分手了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老大因为这件事情 天天晚上买醉 昨天晚上出车 和一辆大火车撞了 啊 那他人怎么样了 好严重 医院下了三次病危通知数 老大到现在都还昏迷不醒 那他在哪个医院啊 算了 苏小姐 你和老大都已经分手了 跟你 就没关系了 你还是别去了 免得对你有影响 他都重伤入院了 我能不去看看吗 不是你说的 好聚好散吗 我反悔了不行吗 反复无常口是心非 只能怎么会懂啊 因为你是拔给我 苏小姐 听说那伤得很快不行了 哇 老大 你身体素质好棒啊 病危通知书都下了三次了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醒过来 我好感动 这 那 你们聊吧 我我去给你洗 洗个橘子 这样你没事 我就先回去了 谁谁说我没事 谁说我没事 那个 我 啊 脑震荡 而且医生说可能会有后遗症 我看看啊 你严不严重啊 他特别严重 你女生还说什么了 得住院观察 莫茸院 我不知道 我对你的影响这么多 但是 还是希望你振作起来 不要再这么颓废下去 你这样 你怎么也不说 腕阳都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 你整人一旧买醉 所以除了成祸 分手而已 我没有买醉 根本不在乎 没放在心上 那就好 那你好好养殖呢 我回去上班 真的走了 哎 有些人呢 明明希望人家留下 却还是让人 有多少爱 可以冲 又 费什么话你 不是 老大 冬天的太阳 才是最暖和的 冷战期不能太长 不然感情就淡了 以苏小姐的财务 追她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 到时候有你后悔 看谁敢追她 陆先生您的出院手续办好了 再多住几个 什么 是一个月防废 保育 哎 苏小姐嗯 这是什么 这糖 苏小姐 你对我也太好了 一大早还给我送鸡汤 老大都没对我这么好过 不是给你的是给他的 你帮我带给他 给老大的 嗯 那你亲自去给不就好了吗 老大知道你亲自给他熬鸡汤 肯定高兴坏了 你俩正好 可以冰史前写 你别误会啊 我只是站在朋友的角度 问问问问 没别的意思 之后还可以给他送了 没有之后了 昨天半夜老大突然头疼 医生来检查 说是有后遗症 眼睛可能会吓 说脑子里有血块 宋教授 老大表面确实没什么伤 那伤都在里边呢 啊 你又想骗我什么事 我们已经分手了 他怎么样 我没关系 不做恋人还可以做朋友 做朋友吗 哎呀 老大这几天分手了以后 茶不思饭不想 这几天瘦了多少 你又不是没看见 我又上班了 我看你这有后遗症 嗯 好香啊 大总 这可是苏小姐亲自炖的 让我给你送过来 他怎么不自己来 我怎么知道 让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 陆总 这是你需要签字的文件 先放下吧 再给我削个苹果 啊 好好好 这么快就有新人了 苏青 这份文件送去总裁办公室 咱们公司 不是被陆氏收购了吗 有领导空降了 别问那么多 赶紧去吧 带我 还会只是问我 哪个真是 都会转我 做的 我 你 会 去买 我 希望我请你吃饭 不方便 不是 陆大厦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上次你救了我还没感谢你 怎么怕男朋友吃醋不敢去 我们已经分手了 上次才说废他不嫁 怎么现在就分手了 还是说你只是怕我纠缠你 所以随便找了个借口 不是 为什么分手 难道是因为你像成了李奎华的赶女儿了 所以贤贫爱富 才不是 你要是贤贫爱富的话 到处嫁给你不就行了 还逃什么婚 说不定嫁过去没有多久 就可以继承遗产了呢 原来你盼着我早死 没有没有 陆大厦长命百岁 怎么可能早死 现在 我还真想让你嫁过来了 怎么办 陆大厦长你在开什么玩笑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麻烦你请别人去吃 夏冬 明天安排苏青去午夜山 就开那辆公司有点问题的车 苏青 这是这个月新的设计图有点问题 要联系设计师紧急修改一下 但设计师去午夜山了 那边信号不好也没有我 麻烦你跑一趟 现在吗 对 这是公司配的车 你快去换回 好 这可怎么办啊 清清 怎么了 沐如鸢 我车坏了 我帮你看一下 谢谢啊 冬黑有你 你花了 哦 现在 好呢 我 清清 我 洛宇鱼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是个很随便的女人 你刚才现在没有矛盾吧 你并不是完全不介意我的过去 相反 你介意的很 也是 没有哪个男人 会不介意自己女人 肚子里有别人的孩子 请醒 我们重新在一起吧 不把你车开回去 真的没事吗 没关系太晚了 你一个人开手我不放心 陆荣月 嗯 我想了一下 重新在一起的事 我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为什么 清醒的 我成年 我是有些建议你之前的事 跟你多一点时间 我一定 我知道你的心意 你应该能不能 我只只希望 我们都能够慎重一些 我只只希望 我们都能够慎重一些 自信 自信 你看 蘇若元 蘇若元 你千萬不能有事啊 蘇若元 下次 Apokken 啊 我万样 路上远的住车祸 在附属医院 你快过来啊 小姐你好 病人十九五十 加车商务赛大度卖好十分危险 想要保命的话 必要时候只能截肢 那医生你一定要保住他的 你们来的太晚了 按照目前的医疗水平 必要时候只能截肢的 谁敢动我老大的腿 我应该是你快救救他吧 你放心 现在赶紧安排转任 现在不能转任 病人情况十分危急 路上可能发生意外 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负责 赶紧的 苏小姐你真真没什么事 我没事我跟你们一起去 苏小姐你就不用一起去了 我们老大肯定会没事的 再说家人都在车上会没事的啊 那你们把他送去哪个医院啊 啊 我出去走走 老大伤势要紧 好 总之老大会没事的 你就放心吧啊 如果只能二选一 请你要保他的命啊 哎呀不用二选一 老大肯定会没事 赶紧的走 天天 我伤得这么严重啊 我没事 我说了 卢柔员 卢柔员 他为了救我 你也说他要坚持 好好好 别哭了别哭了 没事没事 哎呀别哭了 医生说你有轻微脑震道 必须要留院观察 你想什么呢 别想了 他会没事的 啊 柔柔 你不知道他伤得有多严重 他为了保护我 把方向盘 把自己的那一边抓向了身体 他流了好多血 别哭了 青青 他会没事的 你相信我 来 吃个鸡子吧 你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合眼 吃完了就好好睡一觉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陆荣渊是陆荣渊 陆荣渊肯定是陆荣渊啊 陆荣渊是陆大哨 是陆氏集团的陆大哨 你那个网约称男朋友陆荣渊 陆荣渊是陆荣渊 是陆荣渊 陆荣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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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他不是毁荣又退缺的吗 昨晚 我看到了他身边的夏冬 还有来接他转员的好车 陆荣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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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告诉我 他的腿并不去 是装的 老大 这个是陆荣渊 在车上动手脚的证据 现在可以送到老爷子面前了 我便植物人的消息 散出去了吗 放心吧 全世界都知道了 陆荣渊那边 估计已经在着手 逼老爷子转让五分 本来看在爷爷的面子上 只想把他逐出家门 可是他执意要找死 就别怪我五亲 这狗东西也太不是人了 怎么说你也是他亲侄子 他呢 每次爸爸都弄死 这一次 还害得大嫂和你一起遭遇危险 咱们可不能就这么放了 五年前的车祸加上这一次 跟我陆荣渊在监狱里 度过下妹子 这个陆荣渊 错就错在 不该懂 跟陆荣渊一伙呢 四个都被我放了 明白 对了 清清呢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知道我醒了吗 老大我这段时间太晚我忘了 万养你 想把我害死 不是老大 你干什么钱啊 你这腿这个样子 你招什么急啊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 你别急啊 不行 我得自己去解释 哎哎哎哎哎 不行 去吧 一百多公里呢 你得走到明年 那你愣着干嘛 背车呀 好好好 你别急啊 你别急我现在就去 喂 哎 这份 这份 你先转上协议啊 你还是见了啊 小渊 他已经是职务人了 咱们陆荣 只能靠我啊 啊 陆荣渊 小渊可是 你的亲职 那我还是你亲儿子呢 啊 你为什么好地都留给大哥 留给他儿子 就是不给我 给你的还少吗 多吗 啊 是公司百分之十的股权 还是那几栋大别处 跟陆荣渊他们拥有的比起来 多吗 啊 爸 你知道我一直想要的 是咱们陆荣 掌权人的位置 就是因为这个 一而载载而三的 就想弄死他 五年前的车祸还不够 你还想让他再出一次车祸吗 哎 没有证据的事啊 你可不能乱说 什么 证据 这就是证据 以后的日子 你就在监狱里度过吧 我入生风 没有你这儿子 既然如此 你就带着你的证据消失吧 别哭了 你不是变成植物人了吗 怎么有好多难的出现啊 那都是让人放出去的假消息 就是 永远让我二叔尽透 所以 你没有我一起骗 你知道我这些天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过的吗 我联系不上你又联系不上外啊 我还以为你 对不起清清啊 别哭了 你真的想变成残废啊 我跟你 我跟你变成残废 你早没事吗 你先去坐下吧 没事 别以为这样你就可以了 陆柔软 从头至尾你都在骗我 清清我 行了 身价千亿的网约车司机 瘸腿毁容陆大上 活不了几年还娶了三个老婆 还可以把人家虐死了 这都是误会 清清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 清清 当初你逃婚我也很无奈 我这不是怕你对我有意见 才处此下策的吗 至于那三个老婆 都是假的 那就是为了眼睁耳目 全都无名无事 清清 能不能 看在我差点失去一条腿的饭上 原谅我 堂堂路大上 笑水 你 放手 我不放 我知道如果这次放手 我真没机会了 清清 我知道的 你的眼里容不下半点欺骗 龙龙云 为什么是我 我也不知道 或许 是上天注定 你 你 我早就想好了 不要在意自己的不完美 不管你以前是什么样子 我都要你 你 你 是我陆荣渊认定的妻子 苏青 嫁给我 苏青 你快看我发给你的新闻 你继母居然是东旋飞的情妇 苏雪也是她的私生女 我看看 因为这条新闻苏氏已经破产了 秦苏青和苏雪被拔出了好多黑料 还好你和苏家已经断了关系 不然啊 这些人吃瓜都得吃到你身上 苏青 陆总 你怎么来分公司了 不关心你了 不关心你 所以过来看看 没事 苏家那么对我 我怎么可能还惦记着那个家 而且 我也不是苏家的女儿了 苏青 如果你需要了我可以 没事 不行 我没想到 爺爺邀请你吃饭 好 想见见未来的存心 爺爺 你好 小青吧 公爺爺好 你好 快小青快坐爺爺这儿了 小青 我老听那个小子说啊 介绍你 今天看见以后啊 爺爺特别开心 中言哪 你老大不小了 今天爷爷就提前面做主 把婚宴定在八月初八 小青你看怎么样 可没什么心情 那青青觉得怎么样 我听爷爷的 好好好 陆管家 把今天咱们的大好事 你赶紧给我看弄出去 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陆家也要给长孙娶媳妇了 好 哈哈哈哈 你让我进去 我今天我拿破自己的东西 走吧我也不会让你进去的 你让我进去你走开你苏德安 你这个街坊还敢来 我怎么不能来 我来拿破自己的东西 这个家哪样东西是你 你真恶心苏德安 我跟了你二十多年了 你什么跟了我二十多年 你给我站了二十多年绿帽子比 我养你啊 和肩负生的孩子啊 为了这个爷走 我把我自己的女儿都赶出家 满了我 我打死你这个贱子 别打了 那我出人命了 我打死你这个贱子 让我打 别打了 那我出什么命啊 你这个爷主一个来苏家 就凭你 白人们磕碎了吗 就凭你们娘俩 也想进周家 这让他打我 储家的儿媳妇 怀了储天你的孩子 哎呀 野种和小山生的孩子 是罪兵比你见种 你给我滚出苏家 再给他进一步 我要了你俩的命 东西滚 你等着 喂 苏青 都是你这个贱人 贱人骂谁呢 你 我要打死你 雪儿 别激动 你现在可是个孕妇啊 你跟这个贱人一般计较做什么 等你收下 储家的第一个孙子 他苏青 一个李家的干女儿 他能干什么 妈 你说的对 苏青未婚鲜育 一个陆大少 傅二少不要的三首货 拿什么给我补 你叫什么小丑 这几生气吧 妈 你说到曾经 你那男的女人 你是小 啊 借人你还敢回来 借人你还敢回来 你这倒是别回来 我来 就为了一件事 当年我的孩子 到底有没有人 死了 现在你还想继续骗我 如果真的死了 请父亲他们怎么会 一直拿这个事来威胁我 你到底说不说实话 是 你生的是个儿子 我抱在怀里 他才见到他 他不像其他刚出生的孩子 这两个妈妈 还没见到 你看见我 错误不像 可是我不能让他活着 我不能知道败坏了你的名字 那你的身体也是 还是你苏家的名人 他现在在哪 索尔罗 什么 没对的 哈尔浩 我们心意快点 小青啊 是妈妈对不起你啊 苏德鲁 苏德鲁 苏家还让我妈给一部分 我不会让他就这么消失的 那苏氏以后 与你再挂吧 幸运 怎么了 是不是在苏家书欺负了 不是 你快告诉我 不能解决 真没事 我一会就 好好睡一觉 明天就是慈善拍卖晚会了 我这样 真的不会有影响吗 别耽试那么多 你只是激火工程才发烧的 明天下午肯定就好了 就算美好 一个慈善晚会而已 我们不去也罢 可那是爷爷特意为我准备的 我作为 路加未来的孙媳妇 不去的话 那既然你这么看重 现在就好好休息 睡一觉就好了 原来清清是因为那个孩子的事 小董 帮我调查一件事 五年前 天呐 天呐 是大少王他好帅啊 是啊 而且传闻 还毁容缺腿 没想都是假的 孙小姐好幸福 我 看见路大厨没有缺腿会 并不去 大少王嘿 你 好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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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這不是你母親的遺物嗎 你怎麼拿出來的 你爭氣啊 五百萬 七百萬 九千萬 五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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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卓子我一收到就放保險櫃了 到監控吧 天一 你就幫幫姐姐吧 姐姐在慈善晚宴 捐假的東西傳出去會不會笑話吧 他只是想幫山區的小朋友 他跟我說捐多捐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心意 事情還沒有最終定了 你別這麼留下去 我這也是擔心 畢竟姐姐是李家的乾女兒 又是陸家的未婚妻 這事傳出去也不太好 這要是被李陸兩家嫌棄了可怎麼辦 早知道 我就把我的愛馬仕放給姐姐了 那款愛馬仕掀了寶寶全球只有三個 沒想到儲承夫人手裡有 還慷慨捐了出來 我也是擔心 天心山區的孩子 畢竟現在我也有寶寶了 我也是受不了 小孩子受苦 哎呦恭喜二位啊 楚尚你有這麼好的媳婦 我羡慕還來不及呢 下等我去助理 各位各位不好意思 剛才出了個小插曲 蘇小姐的手鐲被掉包了 現在正在調查 為了不影響我們拍賣會的進度 下面呢我們進行拍賣下一件藏品 一百五十萬 兩百萬 五百萬 聽你我錢不夠 你能幫幫我嗎 一個破包 你還想讓我跟陸大嫂一樣 把個上千萬給你拍下的呀 你這麼驅庸幹什麼 不是這畢竟是我自己的東西 被人拍走了 壹戶人 閒就容你自己拍 抱歉各位 我們的拍賣會呢暫停一下 電話包蘇小姐的人已經找到了 小姐您上臉來看看 這個人是不是您的夫人 蘇小姐 這個人是不是我們的夫人 蘇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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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 不是我 你們在污蔑我 楚少夫人 這監控不能作假嗎 您解釋解釋 這楚夫人可真夠搞笑 左搖左搖右搖 連自己的包子拍不下來 笑死我 你知道嗎 他們敢出了速的 聽說 還是複雷的死傷 有複雷這些夫人 不是我 既然楚少夫人不承認 他就交給警察吧 是кого群人數 我恃魚 所以我不和你 你提供了 惠雷 所有人都會閉嘴 看看我 叫她 有什麼 吋雷 Neden 博最有 tries 你救救我呀 我懷得找兒子 陸小姐 我早就跟你提出了一話 你的事情跟我有很多關係 再說了 你做出這種違法亂記的事情 把蘇家和周家也捉入境 你肚子裡的孩子是哪個野男人的 我還想知道呢 楚天意 這個孩子就是你的 楚天意 這個孩子就是你的 你為什麼呢 你是不是我吃醉的 就不清楚 我壓根不清楚 說不定是你給我戴著綠帽子 然後把孩子嫁貨給我 楚天意你跟我玩玩玩 我生下來的野種 看你這輩子 家的大東家 還有你 主情 是不鮮雨的勁兒 年輕狠死 傷分敗死 會不會弄死你 再走 小雪 妈 小雪 妈 妈 救我 你一定要救我出去 妈 救你 妈 这就给你周叔叔打电话 啊 妈 你 你 妈妈 给初千亿打电话 妈 初千亿不会来的 可你怀着她的孩子 她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她说我怀的是野种 妈 你一定要救我出去 我要让初千跟初天亿不得好死 妈一定救你出来啊 怎么救我 妈 妈想办法 你等着我小雪 妈去想办法啊 小雪 他肯定是 他肯定习近乃 人家的老婆 你俩说了 老婆 好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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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替蘇雪求情 我勸你還是算了吧 你不是想知道你兒子的下落嗎 你撤銷對小雪的指控 說東西不是他拿的 我就告訴你那孩子再拿 你覺得我還會再上當 想知道就照我說的做 我都不知道這照片是真實假 我就那麼好騙 當年你爸爸把那孩子送出去 我可是親眼太子送到了哪個地方 如果你小這輩子都見不到你兒子的話 我也想想想 蘇晴 我可沒有耐心陪你號 我只給你三秒鐘時間考慮 一二三 先把孩子交給我 我再放了蘇晴 你當我好戶了嗎 你先放了小雪 先把孩子交給我 不然你以為 你能躲著莫里加和莫里加的追究 哈哈 蘇晴啊 你真是太天真了 我猜 你根本就不敢在路上面前 你三好啊 我一個大男人 如我知道自己愛的人 合险的男人 生了個野種 一塌路大少的性格 會怎麼想 怎麼做 你以為現在有李家 如果讓李佳知道 原來你是品德敗壞未歸生死 你覺得他們 他不是你這個女兒嗎 乖女兒 嗯 清清 怎麼了 盧如願 我們去警局 放了蘇雪吧 為什麼 蘇雪 她畢竟是我從小一起長大的妹妹 這罪名如果坐實 她下半輩子就在監獄裡 告訴我孩子的下落 什麼孩子 姐姐 你害我女兒受了這麼大屈辱 你以為我會告訴你嗎 嗯 我就是耍你 怎樣 跟我玩你還嫩嫩點 你再把多女兒一下 我讓你身敗名裂不得好死 我讓你身敗 你再敢擾我 弄死你的見 你還想做了 你這個賤人 你還敢打他 送挑女兒 你對我的屈辱 我一定要讓你擺背奉 你 你 你懂死了 那到底跟你說了什麼 別告訴我我幫你姐姐 沒事嗎 我們回家吧 原來 那個野種真的在你手裡嗎 怎麼可能啊 是有一次蘇德安 他喝多說漏了嘴 我才知道 原來那孩子耳朵後面有個胎記 我隨便找了個照片 就把蘇星的劍人唬住了 至於那個野種啊 估計早就死了 不說了 雪兒啊你在裡面受苦了 媽媽都心疼死了 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五年前 我蘇星上船的那個 放心 找到了 現在啊 就等一個合適的時機 看好心啊 蘇星你這個賤人 這一次 一定不讓你翻身 喂 蘇小姐嗎 麻煩你來看我們警局 有什麼事嗎 我們這裡有一條你丟失的手鍊 你來請一下 清清 早餐馬上好了 我有點事 不吃了 您好 您好 我是蘇青 剛接到電話 媽咪 你怎麼才來 說寶翔死你了 你這個小朋友 叔叔剛剛還在教育你 昨天叫常開了 蘇小姐 你看這是你的東西嗎 這是我的手鍊 怎麼會在這 這是我的手鍊 怎麼會在這 多半是這個小朋友拿頭拿的 年輕輕就成了 簡直的常客 以前還好一點 現在 連這麼規定用的東西都敢拿 不是的 我只是想拿一件東西做紀念 要不是被砍出 福利員太餓了 我也不想再找警察 叔叔幫忙找漂亮阿姨 這麼說 你主動投案說盜竊 是假的咯 對 我才不投東西呢 這個小朋友 他從小就是孤兒 別看他才4歲 古靈精怪的呢 既然如此 那叔叔送你回福利安 小寶不想回福利院 想找好老師 老大小寶 小寶害怕 叔叔幫你去討論公道 跟我走 小寶不要離開 漂亮阿姨 你能收到小寶嗎 健保很快 吃得很少 不要什麼錢 新冠 要不這樣吧 我想把小寶帶回我家 但你那邊何時清楚了 我再把他送回來 這是我的身份證 有什麼問題 可以直接跟我聯繫 好吧 走吧 媽咪 以後你就是我的媽咪 我就是你的兒子 真乖 那我們先回家好不好 好耶 好耶 小寶 我們先吃飯好不好 我也先洗澡 好 我們先洗澡 媽咪又睡了嗎 小寶 你今天幾歲了 小寶 媽咪 媽咪 小寶真是媽咪的親吻是嗎 是啊 媽咪終於找到你了 原來媽咪還有小寶 只是把小寶弄丟了 放心吧小寶 媽咪再也不會弄丟你了 這個不是警察局非要叫你媽咪那個小孩嗎 真是你兒子啊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 你看他跟我長得多像 雖然阿姨好 來小寶你好 是挺像的 不過 我看他跟陸榮淵更像 小寶吃得到了 先過去吃好不好 他鼻子 嘴巴 還有眼睛 真的清清啊 太像了 不會吧 怎麼會 五年前那件事 你還記得多少 我那時候神志不清 連對方長什麼樣子都沒有看清楚 要我說 你做一個禁止監禮也是做 做兩個也是做 你倒不如讓陸榮淵和小寶一起做一下 反正不讓陸榮淵知道不就行 那你後天婚禮了 準備 我只需要選好禮服就行了 其他都是他安排 天啊 天啊 清清 我這算了 是你兒子 嗯 我才剛找到他 如果你建議的話 後天的婚禮可以取消 不能放棄他 所以你要放棄我 不 是你和他 我只能選他 只選他 還是只選他 你怎麼可以這麼狠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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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可以兩個都選 我不是跟你說過 我可以接受你過去的一切 這才多久 你就都忘了 可是那時候 我還沒有找到我的孩子 而且陸家 也不會接受一個 未婚生子的女兒 做孫媳婦的 做我的陸太太 做我的陸太太 你說什麼 我說 做我的陸太太 在你開口之前 我早就知道你找到孩子的事了 你都知道 失落了 我就是你的春天 陸榮淵 你真的不介意這個孩子 好了 解也 可再解也 都抵我 想跟你在一起的心 蘇琴 人生不過百年 我已經過完三分之一了 剩下的三分之二 我想有你陪我一起走吧 別吵醒下頭 回房間 杜萱你要躲到什么时候 这是离婚协议 赶紧签吧 想让我签 我非不容你的缘 这就是个疯子 我劝你赶紧签吧 我没什么耐心 你松开 别指望我跟你拍我 没娶你之前 我一步一步 好不容易得到储家的认可 娶了你之后 我一天不如一天 当初娶的药是苏枪 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份前提 你贪图我周灾女儿的身份 现在又把所有的过错 归得到我一个人头身 要不是你做的那些蠢事 我会失去继承人的资格吗 再不离婚 我连处性都要失去了 别给脸不要脸 赶紧签 我不欠 我现在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 你出生就没有办法 我跟你说这婚离定了 至于你的孩子 是打掉还是流下随便 别这么不认真 田野你不是人 你不欠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欠 我希望你不要后悔 我认识你还是我的最后悔的事 小雪 你不应该 不应该签字 我不签 难道让他逼死我吗 让他伤害报复我的孩子 跟我一样 成为剑末德人的野者 小雪 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 你什么也帮不了我 妈妈明天都安排好了 苏青川这一次 肯定会身败名裂的啊 那又有什么用 万一陆荣源还要他 切都是徒劳 你放心 妈妈这次 一定能帮你 嗯嗯嗯嗯嗯嗯嗯 五年前的事已经查出来了 跟苏小姐姨也冲销了人 你猜是谁 说 跟苏小姐姨也冲销了人是你啊 什么 夏冬 你确定你没查错 我确定 老大 五年前你被陆展元下了药 苏小姐那天也被他继母和苏雪下了药 结果苏小姐 走出了包间 去了你的包间内 难道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 不记得了 也是 都过去那么久了 老大肯定早就忘记了 不过现在知道是苏小姐 那苏小姐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呀 老大 明天就是你们结婚的日子了 这个好消息 你要赶紧告诉苏小姐 先别说 明天婚礼我再告诉他 给他一个惊喜 你别说漏嘴了 好了好了 怎么了 没事 你继续睡 我回家一趟 明天从陆家出发来这里迎亲 准备安静 知道了 哎呀 这结婚也太累了 不到五点就起 一辈子就这一次 人生就过去了 那也是 不过陆荣源起的更糟 我今天四点半到楼下的时候 他刚好下楼 那脸上 春花也得意 不过 你真要想把我当话筒啊 你没想过万一 怎么办 这陆大哨的婚礼 谁敢 这成为了陆大哨的夫人 她就是不一样 这以后 还不得在地境横着走啊 那横着走的不是螃蟹吗 刚刚跟外洋打电话了 他说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新娘子 请问你现在紧张 激动 但是好像你看着比我还要紧张啊 还好 小雪 妈妈爱你 但妈妈再也不能陪你了 我说我 妈妈一定会帮你的 妈妈这次一定能帮你 啊 别紧张肯定来得及 我不紧张 你不紧张你手抖什么嗯 哎 不是说好八点准时到吗 这都九点了怎么还没来啊 要不 打完让电话问问 哦 没罩 lava 哎 Revelation 嗯 哎呀 咱们正在说 我刚才还没过 我以前曾经远了 你还是不想 我怎么说 让我去 你不想你自己去婚禮現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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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 联系上午了 還沒有 我大嫂別著急 我所有人都可以出去找 這兵客都到齊了 大姑娘都到了 大嫂 如果你今天就去醫師了 這裡交給我 蘇欽 你是誰 你認得我 五年前 豪廷大酒店 九零發房子 是你非要舔著臉 要跟我的夜深 忘了我這個給你剝醋的呢 你胡說什麼啊 這是你來的男子 塞冬 趕緊把他給我淨出去 慢點 哪來的蠢貨 敢來我們路家的地方撒野啊 兒子 看你一把能記 菜裡還是往後退的 這是我和蘇欽的私事 與你們任何人都沒有關係 來人 把他給我趕追 老爺 老爺 把他給我趕追 老爺 您能排出去找大少爺了 哎呦 蘇欽啊 你被我破了處 還給我生了兒子 這兒子你認還是不認 是 認什麼 你也配 你還挺嘴硬的 大家看 這是蘇欽懷了我孩子的運氣照片 哪來的臭屌屍 今天什麼場合 還有你在這大放厥詞 姐姐 你怎麼不解釋啊 難不成是真的 不對 五年前 確實消失過一段時間 那這個孕婦照 就講不了了 蘇雪啊 這一句原來是你擋的鬼 我真好悔到時候沒有弄死你 那 師哥 我好歹也是你養了二十多年的女兒 你張口閉口就要弄死我 你眼裡到底有沒有王法 你眼裡還有王法嗎 我做了什麼 我只不過是讓真相大白於天下 你這十多年 這就是你給我生的那碗的色 這就是你給我生的那碗的色 賣洞布香 цвет的百語 媽媽你救我 你先趕 你先走 你先走 夫妻 沒想到你也有今天 裝什麼冰群一節的人設 你的私生活 哪一點配得上大家歸秀的這個名聲 你這個人盡果福 道德敗壞的劍 你看看大家看你的眼光 是不是覺得很厭了 你這也放手 你居然沒死 他用什麼地方控蘇晴 不是廢大什麼地方 是個要控制蘇晴說 沒有人 蘇晴一定還得多月 我說我說 是蘇雪 是蘇雪只是我這麼幹的你放屁 蘇雪找到我 和我上了床 給了我一千萬 讓我來大鬧蘇晴的婚禮 還說 鬧完之後 他要和我一起出國 和我結婚 還要給我生兒子 污衊 他在污衊我 我沒有 那晚視頻 我都錄下來了 陸大少 你也不信 可以看呢 沒有 你 你一個都別想逃 對不起我來晚了 那是我去了 你沒事吧 這些欺負我們就是 一個都不會放過 你怎麼傷的這麼重 我不行了 我沒事了 沒關係 等你再去 不知道是否陸榮淵最近太過人氣 不知道是否陸榮淵最近太過人氣 所以才讓什麼垃圾貨死人 都敢踩到我的頭上撒人 你們不是都想知道我老婆以前是嗎 我來告訴你 蘇星五年前是會分身體 但孩子是我陸榮淵的 五年前我就跟欣欣認識 我幾個年紀 我們一見中情 而且非常相愛 我們生下孩子以後並沒有選擇公開 因為我認為也沒有必要公開 但我沒想到一次 這就讓柔的跳兩小丑有急可撤 用這樣的方式遺欺我的妻子 我居然 承認小榜是她的兒子 看見 在我和楚天憶結婚之前 他交往对象就是苏青 而楚家所定的儿媳妇 也是苏青 苏雪 这么说 你是承认苏德安所说的一切了 是又怎么样 慕容渊他就是在说谎 在苏青逃婚之前 他一直是跟楚天忆在一起 而五年前 他所怀的那个野种 根本就不是鲁容渊的 堂堂地经的第一大家族 怎么会选择这样的女人 当当家族母呢 说出去 岂不是让人笑话 楚天忆这个孬种 你给我站出来说话呀 你不是心心念念 做梦都想跟苏青在一起吗 这不是给你表现的机会了吗 只要你说出来 就没有人敢要他 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跟他在一起了 你给我站出来 你个疯婆子你胡说什么呢 我看你真是疯了 当初婚礼 就是他给我下药 事后危险 我敢说出去告强奸 让我身败名列 还好我早就看清了你的真实名 这才没被你淋来 現在算你還想偷我下手 哎呀真是狗咬狗啊 精彩 大家顧著 蘇雪 你破壞了我跟秦蘇雪的女孩 還在這裡顛倒黑 我告訴你 你跟秦蘇雪今天的所作所 夠能在你來一輩子 我媽呢 你媽蘇雪和秦蘇雪兩個人合謀 讓秦蘇雪在我的街心路上 開車撞向車隊 什麼 讓現場發生了幾十輛連環追尾 他們為了治我們死地 甚至不顧汽車爆炸的風險 也要要了我的命 你真的沒事嗎 我沒事 我沒事 你媽 情素情一爆炸重音的過去 然後燒死帶來駕駛室 你媽已經死了 就因為你可笑的嫉妒心 我 不可能 騙我 你們都在騙我 我告訴你 你得慶幸你媽死 不然我有一百種防食讓你生不如死 你再人渣給我帶下去 看好了 走 趕緊的 走 抱歉了 各位 抱歉了 各位 今天本是我陸容院的大喜之日 沒想到被幾個心思惡毒的小人攪破 今天的婚禮就此結束 補辦婚禮的時間會再通知各位 我再重申一次 蘇欽 是我的妻子 小寶是我的親兒子 但凡有人再往他們身上撥髒手 就羞怪我陸容院 反臉無情 老大 你看 老大本來就受了重傷 撐到現在已經是奇蹟了 老大 你快叫醫生 我把老大送去醫院 給一半兩個小寶跟柳姐談 哎好 我們要謝謝你啊 你一會當先生就沒事了 啊好好好 對不起陸爺爺 小寶 我就是聽到陸容院 在婚禮現場說的話 我以為自己真的是他的 啊嫂子 老爺子 我知道 現在可能不是說這個的最好時機 但我忍不住了 小寶就是老大的親兒子 五年前讓嫂子懷孕的就是老大 什麼 外揚 你說的是人呢 老爺子 親子鑑定還能有假嗎 夏東 鑑定報告給我 老爺子 親子鑑定還能有假的 老爺子 親子鑑定還能有假的 老爺子 親子鑑定還能有假的 你先當媽生 教導 這個小寶他不能收 要不要不等陸容院醒了 我們在覺得 你別管你別管 這是爺爺給孫子那見面去 你當媽的你別管 嗯 小寶 謝謝祖爺爺 謝謝 謝謝 莫陽 你們早就知道了 為什麼不告訴我 嫂子 老大也是婚禮前夕才知道 他昨晚才知道 今天凌晨才知道 老大本來想婚禮的時候先告訴他 然後 把小寶的身份公佈出來 但是你看 反正我忍不了早說晚說都有 你醒了 有沒有哪裡不舒服 要不要喝口水 真情 對不起 讓你有一個這樣的婚禮 不是你的錯 而且 沒關係 我什麼都可以不要 我什麼都可以不要 只要你和小寶 好好的在我身邊 我就心滿意死了 對啊 小寶是我親兒子 當年那個人 也是我 萬陽已經跟我說了 沒想到這麼巧 兜兜轉轉都是你 那只能說明 我們這是上天注定的緣分 您啊 只能是我陸容苑一個人的 以前怎麼沒有發現 我們陸大招這麼有才華山 謝謝 我們的婚禮就定在 九月九 常常有九九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